大家好,我叫康山 健康的康山護的山 我來自智利 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在我的國家屬於不科學的兩個東西 當然有其他的 可是這兩個很重要的 在智利一般的家庭 一定有搭配是 麵包和牛油鍋 那關於麵包呢 在智利我們有各種各樣的麵包 最普通的就是 他們三個都是鹹的 我記得我在中國學習的時候 你們那裡的麵包都是甜甜的 跟蛋糕差不多 對智利人講來 麵包一定要是鹹的 我們炒飯和下午茶 11的時候都吃麵包 也有人跟午飯一起吃 我聽說了 智利在世界上 吃麵包最多的國家之一 一般跟麵包搭配是 一般跟麵包搭配是 黃油 果醬 奶酪 牛油鍋 牛油鍋 回腿 雞蛋 等等 除了麵包以外 我們很喜歡吃牛油鍋 特別喜歡吃 每一個智利人很喜歡吃牛油鍋 我還正有一個朋友 他不喜歡吃牛油鍋 他一直給我說 我不喜歡吃牛油鍋 其他的人都會 欸? 你不喜歡吃牛油鍋? 真的嗎? 怎麼可能不喜歡吃 我感覺特別有意思 在中國 牛油鍋 是不是很難找得到嗎? 我聽說在廣州 有很多金口的牛油鍋 可是我在北方的時候 真沒有辦法買牛油鍋 很難找到啊 又非常貴 有時候我受不了 很想念吃牛油鍋的時候 我就在桃包上買 可惜 跟南美洲 牛油鍋的味道 沒有那麼好吃的 那怎麼吃牛油鍋嗎? 我們最喜歡跟麵包一起吃 就用茶色把牛油鍋肉 在盤子上撈開 加點鹽 然後抖一抖 然後放上另一片麵包 也可以在沙拉絲 也可以在意大利麵吃 都很好吃 非常好吃的 好啦 今天我們就到這裡啊 我希望你們喜歡我的視頻 你們一鮮吃過牛油鍋嗎? 喜歡嗎? 吃跟麵包一起吃嗎? 你們可以在這裡留言吧 hasta pronto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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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否… 你們可以吃了嗎? 我們可以吃了嗎? 我們可以吃點飯 我們可以吃一些 我們可以吃到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